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被反弹会和内政部寻找的YDB关键人物刘特佐一直没有现身 而根据透视大马的报道指出 刘特佐的律师证实已经跟大马相关的单位展开讨论 不过拒绝透露进一步的详情 每日新闻也引述了政府的消息说 刘特佐现身迪拜准备在该国回答一马公司的调查 另外报道也指出 政府官员认为刘特佐之所以会选择迪拜会面 主要是因为刘特佐和迪拜有影响力的利益关系者关系密切 而在1DB的丑闻中 一些可疑事件也有来自阿联酋的人涉及其中 而近日被警方通缉的红山军领袖加玛 他的一马非政府组织阵线餐厅以非法占用土地 昨天收到了吉隆坡市政局发出该餐厅 必须要在本月的18号前清空地段的通资信 对此加玛今天透过脸书回应 为庆祝来临的开灾节 有关的餐馆的员工已经陆续放假回乡 因此要求有关当局展颜所下的清空令至更适合的日期 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新地点 他也强调有关的餐馆主要是提供免费的午餐 给首都民众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自营业以来该餐馆不曾从中努力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历史性特经会结束之后 已经分别返回国土 特朗普发推特狂赞金正恩 自诩美朝峰会让世界避开了核灾难 而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报道 特经会的时候并没有给面子 朝中社指金正恩在峰会中说 弃何与否取决于朝鲜与美国 能否停止敌对的关系 这表示朝鲜并没有依照美国的要求 快速的去核化 而是希望可以一步一步来 但是特朗普之前在计程会上表示 朝鲜愿意彻底的去核化 联合声明上也没有表明朝鲜有任何的条件 看来双方的解读似乎有落差 最后让我们来看娱乐新闻 在90年代初 本地的马来喜剧《88级娘惹》曾经红极一时 你还记得这一位娘惹吗 其实她是反串年女性角色的曾贤金 Kennie Chan 68岁的Kennie Chan 生前患有肾病 她周一下午无电 因为呼吸困难 被送入马六甲中医医院之后 不料情况恶化病逝 她生前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够重演 《88级娘惹》的娘惹角色 可惜如今已经无法达成心愿 她那诙谐妙语如珠的娘惹演出 也成了局限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